sexuality. KIM 打算 doctors撰慎她 但終於上立大力 拿幾塊錢出來裝修 就可有一個安樂 怎麼知太多裝飾出來dan 現在貼錢買難吃 我這個怎麼辦 一般胡住找裝修師傅的時候 大部份都是經朋友介紹 或在網上能夠觀看一些裝修專頁 沒有做空貨或全權信任裝修師傅 就很容易出現裝修難尾的情況 定所謂幻想是美麗 而現實是殘酷的 如果遇到像我這樣的情況 如何收花好? 讓專家解答你了 Simon 我的洗手盆這麼小 怎算好? 其實這個洗手盆 不應該出現 首先洗手盆的標準 第一是跟著圖樣 如果連圖樣都沒有允許做的話 至少都要用得到 這個用不了的 第一就是太小 第二 出水位又不是對著去水位 第三 連改都改不了 因為你的櫃已經限制了幾大 所以為了要假裝有個位置放在雪櫃 令到這個東西就裝得這麼小 它只是做樣子作為我完成了工程 就不是真的做來給人用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模型 就不是一個真的可以用得到的洗手盆 為何會有這樣的電線? 有些電線是裝飾還是真的用不到? 法例規定所有電線都要入口 它現在不單止沒有入口 還要搭線 將死去 即是它沒有想過搭口 就算搭口也好 都不夠長 所以這條線是不能用的 而且是犯法的 我剛才走進來這間房間 我都要打側身 其實門基本闊度要有多少? 其實它現在不是門的闊度問題 而是開不完 開得45度角 沒有門是應該這樣做的 所以現在門多窄多闊 就看你搬多少東西進來 但是開的闊度起碼90度 如果不然就會很不舒服 現在45度角 所以基本上門多大多小都沒有用 這裏分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怎樣去釐清責任是屬於它 因為延誤可能是因為雙方 所以大家記錄就很重要 WhatsApp 或者大家記錄 最好有白紙黑字 即是知道責任在哪裏 好了 到明知責任在他身上怎樣追討 去到一個位置 護主應該忍不住 會想終止合約 為免它說是你單方便終止合約 還反告你違約 就要證明是因為它違約 所以你被迫終止這個工程 那算那個延誤就算到那一日為止 還有要講清楚 不是你終止工程 而是它違約無法完成工程 所以你被迫停工 我們很少建議別人另外請個合約人士去檢查 我們很少建議別人另外請個合約人士去檢查 因為這樣檢查法都不便宜 還有你就算是有些驗樓的專業人士 他們去檢查你起貨的一刻 有些東西已經是無法見到 已經封住了 或者無法逆轉 所以其實監工在過程之中一旦去做 譬如你很擔心防水 中間一開始報價的時候就談定什麼時候試水 要不要在場 用相片去檢查 還是到時在場親身看著試水 所以其實有中期收貨和尾期收貨 如果不想那麼麻煩的話 一開始的時候就要制定哪些項目 要什麼時候去驗收 譬如做任何東西都要出圖 不出圖的話 它亂做給你都叫完成了那個項目 這些自己都會有一部分責任 第二就是如果它真的這麼有經驗 那就更加要參觀一下完成的單位 有實地看的時候 起碼有個樣板大家可以參照 就不會坐出來之後 就說一向都是這樣做的 報價單第一 我們一定要課給三家 否則你一個非專業人士 沒辦法看到它漏寫了什麼 如果你有兩個報價單去比較的時候 有一間公司漏寫的東西 你就可以發現到 第二樣就是 就是條款細則 因為報價單的項目 一定是寫得很簡化 但是條款細則 就影響到你那個 如何解決這個爭議 譬如有什麼條款細則很重要呢 第一就是 譬如中期驗收 有沒有試水這個環節 這些都是一些可以著名的東西 第二就是 譬如出圖 要不要簽的圖紙 confirm了才做 這些如果沒有的話 它可以推說 就是說你全都交給我做的 所以不徵順的意見就做了 我們經常都提醒大家 就是不要用一個僥倖心態 就算有朋友介紹 都只是代表它上一單工程完成得順利 就不代表公司的往績真的那麼好 所以最好就是可以拿多些的reference 可以在完成單位 還有可以的話 或者可以考慮找一些裝修平台 它們儲存了那些裝修公司過去的往績 那你就可以 起碼知道它過去的表現是怎樣 從而可以幫到自己的判斷 另外就不可以放棄自己過程之中的角色 無論是工程之中的監工 或者溝通 自己都要落多些手 這些都是一些大家 裝修的時候要預料付出的一些心機時間 所以簡單來說 記得看單位,記得做功課